如果要评选中国的脊梁,那鲁迅先生绝对榜上有名,鲁迅本名周树人,鲁迅是他的笔名,他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,早期家境还不错,但后来因为祖父卷入科长武必案被捕,家族逐渐衰弱,最后沦落到了典当借贷过日子的地步。 少年鲁迅得经常往返于当部和药谱之间,为生病的父亲抓药,不过再苦不能苦孩子,再穷不能穷教育,鲁迅的母亲还是凑了八块钱的路费,送他去南京求学,鲁迅考进江南水师学堂,后面又转入矿路学堂。 鲁迅也不愧有学霸天赋,在矿路学堂学习基本都不温习功课的,但是每回考试都能名列前茅,他在这里的学习中对中国的铁路,矿产等知识有了深入了解,所以几年以后,鲁迅还编撰了一本《中国矿产志》,因此大家可别以为鲁迅先生只是个文学大师,人家的理工科也相当悠久。 从矿路学堂毕业后,鲁迅前往日本留学,后来进入到仙台专门医学学校,想通过学习医术治病救人,但有一天,课堂上播放日俄战争的幻灯片,片中一个中国人被日军诬陷成俄国间谍而被杀害,看到国人因为国家落后只能白白受人欺负,鲁迅非常气愤,意识到学医救济个人作用不大,救国才更重要,而关键是要改变国人的精神思想。 于是,鲁迅决定弃医从文,开始为一些杂志社投稿,翻译一些国外的文艺著作。 期间,鲁迅还加入了革命团体功夫会,反抗晚清政府的黑暗统治。 1909年,鲁迅从日本回国,不久后辛亥革命爆发,他被以前功夫会的老会长蔡元培招揽到北京,进入教育部任职,一边也在做一些中国古籍的考证和校正工作。 这期间,他还曾为北京大学设计了校徽。 1918年,鲁迅参加由陈独秀主办的进步杂志《新青年》,并在上面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,也就是著名的《狂人日记》,把封建里叫吃人的本质深刻揭露出来,为当时开启民智的新文化运动助上一臂之力。 从此,鲁迅开始了疯狂猪猪作品模式,写下一篇接一篇的小说和杂文,刻画出穷酸的孔一己,凄惨的祥林嫂,惯用精神胜利法的阿Q等经典角色。 从这些带有讽刺的悲剧角色中,大家可以看到旧智慧的黑暗。 越来越多的国人被唤醒了,积极举行反对旧军阀、帝国主义的爱国游行,但北洋政府却进行暴力镇压。 北京女士大学生刘和珍等进步青年被血腥屠杀。 为此,鲁迅悲愤地写下《纪念刘和珍君》,文中,不在沉默中爆发,就在沉默中灭亡,已经成为传世的名言。 因为一直写文章抨击黑暗,唤醒国民,鲁迅一直被反动派视为眼中钉肉中刺。 北洋政府把他挂上了通缉名单,四处追捕,后来的国民党反动派也一直想除掉他。 1933年,鲁迅的好友进步知识分子杨庆佛惨遭特务毒手,当时反动派还扬言鲁迅也是目标之一。 但一身骨气的鲁迅可是一点都不太怕的,他前去调研杨庆佛时,连家里的钥匙都不带,表明了自己做好父子回不了家的准备。 他说,只要他还活着,就会拿起笔回敬敌人的手枪。 鲁迅一生没有屈服过敌人,但最后却倒在了急病年前。 1930年,才50岁的他,牙齿就已经被拔光换成假牙,而胃痛、肺病也经常折磨他。 鲁迅的病情逐渐恶化,发作时连呼吸都困难,但他还在坚持战斗,在临终前几天,他都还在写杂文,为朋友做续文。 1936年10月19日,也就是85年前的今天,鲁迅走完了他战士的一生。 有一句话形容他再贴切不过了,先生的一生是扛着黑暗的闸门,让光明走进来。